HELLO,大家好,我是好人家的孩子,我某某叔,交易,阿爸接着要问我,为什么我的女朋友每天都是香香的?我怎么会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闻过女人的味道了,今天我就要揭秘,女孩子的体香其实都是腌出来的,这样比较入味,竟然是腌出来的,那就是全方位的香,像那种一般的化妆品,护肤品,洗衣球,流伤中,叫普通的东西,我们就不讲了,今天讲点特别的,我们来一个古色古香的东西,什么东西? 中国古代女人,她们是怎么把自己烟香了的?今天给大家找到的一个是香丸,香丸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把所有的香料,它不是做成液体的形状,而是搓成了一颗颗的小珠子,我选这个味道是龙咸香,听名字很古运,传说啊,龙的口枕,外面是一个小陶瓷瓶,而且它稍微有点做旧,里面放着的就是香丸,当你想要,它这个香气不是近代人能接受的香气,是一种重要的, 我觉得是古代人的品味的那种香气,你闻闻看 这有点中药,中草药的香味 对,如果家里要传递出这样的香气的话,就是你家里面搭配一个古色古香的书房,然后呢,每天晚上没事做的时候呢,就喝一杯茶,然后呢,写写毛笔字,排谈,琵琶,古真什么的 当然,还有个更加古色古香的是,你除了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摆台放在桌子上,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装饰物随身带在身上 这是什么,香丸手串,你可以把你的香丸放在这样一个小容器里面,而我觉得这个有些喜欢古风的女生会很喜欢 对,现在很多人喜欢汉服,穿汉服的女生拿一个这个在身上,你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香气芬芳,很漂亮 而且我给大家选的这个是景泰兰发廊的工艺,所以就会很贵气 每天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拿一颗香碗,把它放在里面,然后盖上去,把这个手串带在手上,它蛮漂亮的 紫霞仙子是吧? 这个我感觉我妈会很喜欢 你在秋冬天的时候,可以放一些稍微温柔一点点的香味 但你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里面放点蛆虫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你放什么都能放啊 而且它这有点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珠宝品牌,潘多拉 就是你这上面可以串无数个串子,里面都加上香糖,味道就是可浓可淡,淡妆浓膜总是你 下一个地普提克固体香水 提香水 这个香水非常非常的红,你听过这个牌子吗? 没有啊,这个香水不便宜哦,喜欢了吗? 它是一种固体浮雕的设计,很有很有质感 这个你拿到手上那一刻,你会觉得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就觉得这笔钱花的值 它的开口是有个小词扣的 你听到这个清脆的声音了吗?非常非常的高级 感觉是那种中世纪的贵妇会用的香膏 哇,很好喝 我选的这个固体香水的味道叫做杜桑 杜桑具体是个啥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杜桑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味道 闻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茉莉香,也有一点点白玉兰的香气 它不是一个十几岁女生的味道 就像张曼玉是吧? 对,张曼玉,林志玲,我都可以 我不选 你有女朋友了,高原也行 我不选 你来闻闻看 我扣一桶 不行,贵 它的味道是那种花朵自然绽放出的香气 而且这种固体香膏流香时间比普通的香水更加长 你就想象一下,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 你把这个香膏抹在自己的手腕耳骨缩骨的地方 就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大上海的梧桐树下 非常非常的知悉 你女朋友上的少一点这样的女人 喂? 对不起 我看到了一把刀 下一个上一个大牌 咕起香水走猪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送这种高端货了 这次给大家买到的这个是他们家出的走猪香水 用起来很方便 就像一只小口红一样放在你自己的包包里 你不用随身带一瓶很大的香水 随时可以补自己的香味 而且拿到手上的时候非常有质感 它是陶瓷的瓶身 陶瓷啊 这是贵东西吗? 怎么贵? 这要在这种细节上见分小 它前面有一个小猪猪 当你在身上滑动的时候 象征会随着这个滚猪滑在你的身上 就跟圆珠笔一样 对,跟圆珠笔的原理是一个意思 但是圆珠笔写出的是芝士 而这个拿出的 是韵味 你是不是看到我的稿子 味道很好闻 给我走一遍 这个味道也很高级 不想聊到这两个 味道很高级 也是淡淡的花香 又高级又疏远 而且沉稳低调 清新的不行 跟一种感觉 好像自己喷了香水 好像又没有喷 它就是传说当中的 我自己给它造了个词 叫啥? 素颜香水 就好像这个香水是从你自己的身体当中 随着你的汗液慢慢的散发出来的味道 忍不住想抱一下 忍不住想加个微信 而这个味道 男生觉得舒服的味道 看价格 我就舒服了 舒坦 舒坦 舒不起的能不舒坦吗? 你不要觉得自己不配 在我心中 你就是配得上哭泣的人 真的吗? 甚至你配得上用哭泣的女人 哦 可是我不想哭泣 那不行 我很好奇 它这个盖子能不能打开 然后我自己在里面加上水 就是替换妆 没关系 用完了我再给你们买 下一个櫻花束口水 这个是我看到过最粉嫩的束口水 那櫻花碗的这都臭了吗? 女生本来也不臭 她们就是想要嘴巴里甜甜的 然后 你知道 你们享受的还不是你 这个束口水闻起来是一股果汁的味道 可不可以束着睡吧 喝掉 建议大家不要喝 我嘴巴你们现在有香气吗? 你闻闻看 你知道这四个字来形容 什么字啊? 口吐芬芳 会不会忍不住和男朋友亲吻啊? 这个应该是男朋友欲罢不能想要亲吻你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整个舌头都是甜的 OK 你们可以是 你不要再这样子了好吗?我妈妈看的 下一个香薰蜡烛 这不是只有蜡烛吗? 你家是会香的蜡烛 哈哈哈 女生偶尔在家里面也会点一点香薰蜡烛 会制造一点浪漫的氛围 然后整个房间都香香的 香味就会附着到自己的身上 对也许 哈哈哈 戴这样一个香薰蜡烛 稍微有点普通 像我这样一个浮夸的人 然后呢? 我给她配了一座FR铁塔 哈哈哈 点燃之后 你把这FR铁塔罩子盖在上面 然后呢? 上面的这个小铁塔它会转 有了光之后变得好浪漫哦 你有没有觉得点燃之后 就整个房间里面会阴晕出一种浪漫的氛围 就感觉身体中的荷尔蒙在慢慢的分泌 和你啊 我自己 哈哈哈 我想要有一个人一起跳舞 和我 你不行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女生在家里面点这个时候还蛮浪漫的 但是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这毕竟是可染物 除了FR铁塔以外 马上圣诞了 我还会给她送一个雪花造型的香薰 哇 好浪漫哦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买两个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两个都好看 然后我也不知道选哪个我就都买了 哈哈哈哈 希望这两个你们会喜欢 走吧 今天香香女孩腌制密集大厂 就是这样 毕竟我都是以前的女生都好看 从男生的角度来挑了一个男生觉得会喜欢的味道 我觉得价格在这儿 都好闻 哈哈哈 什么东西最香 人民币最香 哈哈哈 但我觉得从香味这件事情上 只能感受到女生其实比男生对自己的那些雕琢更多 不仅是喜欢在妆容保养上会雕琢自己 即使是在香味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加好 所以我们才叫臭男人了 所以在这里我要对女生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仅是愉悦自己 也可以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愉悦 每个人都喜欢香香的味道 对 而且我们跳的东西都不是很浓艳的香味 就是那种自然清新脱俗的味道 我觉得刚好你们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 小龙女般的女人 哈哈哈 这段视频就这样了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是哪一款呢 欢迎在评论弹幕里面告诉我 你最喜欢是哪一款 估计 好的 哈哈哈 你会给我吗 不会 这集太抽奖好吧 爱你们要播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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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